哎,今天你们表现这么好 晚上我炖鸡爪子给你们吃 为什么要吃鸡爪子啊 你行不行啊 那不是越不越糟糕 即使是战斗了一整天 书院弟子内部的气氛还是这么好 青霞出口处 蓬上残溅如草 蓬下炉上的锅里烧着水 书院的人永远把吃饭当做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 北宫卫央与西门不惑谈了一天曲子 刚刚结束就扑的一声吐出血来 十一先生王池立即把药丸塞进了他们嘴里 看着北宫卫央与西门不惑没有大碍 书院众人想起先前叶红鱼在阵前腰战 二师兄只淡淡的回了句 你不是我的对手 别让对方退下 纷纷赞叹师兄气度潇洒 二师兄却平静的说道 那小姑娘厉害 想要打赢她也要费些力气 能说句话便不打 自然是更好的选择 众人这才明白 师兄看似潇洒转身 实际上存的是这个念头 不由得无语 七师姐微吵响着 原来你不像平时表现的那般二啊 木佑看着西门不惑 像鸡爪般的双手有些心疼 他大圈说道 晚上炖鸡爪子给你吃 最后青霞出口处 响起了一阵欢愉的笑声 晚饭过后 四师兄有些担心西陵会发起夜席 对此君墨抬起头 看着夜穷里的那轮明月说道 有老师在天上看着 他们不敢 书院弟子们 抬头看着夜空里的那轮明月 各有怀念 晚上西陵联军大战外 剑阁弟子们神态恭敬无比的 围着剑圣柳白 柳白看着夜穷里的那轮明月 沉默了很长时间说道 神殿的想法 必然不会有效 书院寥寥数人 便来来万千大军 看似极傻 但他们不是真的傻子 剑阁弟子们一生追求剑道傲义 他们追随世间第一强者修行 自有骄傲见心 所以每每对书院多有不服 对那位二先生的骄傲更是不喜 然而直到今天他们才明白 那人骄傲自有骄傲的道理 柳白向弟子们问道 君墨的铁剑一直在什么地方 一名弟子想了想 有些不确定的说道 他没有握剑的时候 铁剑在他的身前 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细节 柳白说 只有我会注意到这个细节 因为这本来就是君墨 要让我看的 那把铁剑一直在他身前的一尺半之地 众人哑人 世人皆知 剑圣柳白最著名的剑道理念 便是纵剑万里 不及身剑一尺 一尺半比一尺更长 那么身前一尺半 便比身前一尺更长 这是君墨在挑衅柳白 我比柳白更强 其实早在青霞之战一开始 君墨就曾向柳白发出过约战邀请 但是柳白并没有接受 而是说道 越战越强才是君墨 既然要战个痛快 自然要先等你战出性质 不然岂不是辜负了你我之间的这一战 君墨是柳白为此战中最大的敌人 而柳白同样把君墨视为最好的对手 大家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几打赏几达